中国专制政府继续在东突厥斯坦实行镇压政策 数百万人被关押在其中营中 同时中国正在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政策 在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中 当局根据和汉族人的关系 对中共的忠诚程度和参加各种活动情况来对知名评分 评分低的人面临随时受到当局拘押的危险 即使在集中营外 人们受到严格的监控 香港反政府抗议示威即将进入第21周 同时南美欧洲和中东地区纷纷举行抗议游行 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示威者为了夺取更多民主权利 而继续与中共独裁政权的斗争 本周早些时候 有报道称 中国领导人宣布了一项替换香港行政长官林志月娥的计划 以平息公众的愤怒 巴基斯坦军事发言人阿希弗加福尔宣布 在过去8个月中 有60名印度士兵在可什米尔共治县冲突中丧生 加福尔在社交媒体账户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对印度政府袭击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目标的说法做出了回应 他说自2月27日以来 巴基斯坦军队在可什米尔控制县附近 杀死了60名印度士兵并摧毁了他们的住所 塔基斯坦宪法通过25周年之际 该国总统宣布了大赦 根据总统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声明 总统一马马利拉赫曼签署了一项大赦法 该法将在该国宪法通过25周年之际 12万人受益 在两个月内将要执行的法律范围内 将释放1.12万名犯罪嫌疑人 被告被拘留者和囚犯 并缩短8000名囚犯的情期 抗议马克龙总统政策的法国黄背心在本周继续游行 黄色背心抗议进入第50周 黄色背心的行动 使于对燃油价格上涨和恶劣的经济状况的回应 然后演变成针对马克龙政府的示威游行 但参与人数越来越少